传说统治钱囊江的农王 性情十分暴躁 有一把潮水弄得掌落无定时 沿江两岸的田地常常被淹没 害得人们成天提心吊胆的过日 那时江边住着一户穷苦的渔民 夫妻带着一个儿子 名叫六合 六合五岁的那年 他爸爸在江上打鱼的时候 被前江农王掘得波浪打翻了船 落进水里淹死了 没有渔船就打不成鱼 而且还失去了家里的顶娘住 从此六合一家更加强苦了 娘俩用两根竹竿 上面各栓上一个小圆网 趁潮来的时候 赤着脚跑在潮头前面 捞几个钉点大的潮头鱼虎口 捞潮头鱼是很危险的 跑得上漫一步 就会叫潮水卷去 娘俩为了生活 又不得不冒这个险 有一天啊 娘俩正在捞鱼的时候 潮水来得特别快特别凶 六合看着势头不妙 牵住娘的手 拔嘴飞跑 可是已经来不及了 一个浪头打来 把他娘卷进漩涡里淹死了 六合则侥幸捡回了一条命 失去爹的六合又失去了娘 只好无依无靠的一个人生活在这冰冷的世界上了 六合一想到潜江龙王夺去了低河娘的生命 心中又是伤心又是愤怒 他一面哭一面尽他的力气 把江边的小山上大辣小小的石块搬下来 用尽的丢进江里面具 六合一边这样做一边在心里发誓 一定要用石头把钱塘江填满 不让潮水在横冲直撞到处害人 他手里丢着石块 嘴里不断的皱麻 可恶的潮水 该死的龙王 我一定要把山搬下来填满这钱塘江 在六合日复一日的复仇行动里 龙王居住的水晶宫真的被他所扔下的石头 砸烂了屋顶和门窗 石块在水晶宫前的台阶上堆选了一座小山 眼看着快把大门给躲死了 龙王听到六合的咒骂 气恼的走到水晶宫门口张望 不要 这个时候六合又丢下一块大石头 不偏不倚 砸在了龙王头上 把龙王的一只龙脚给砸歪了 龙王的后盖勺上 冲起了一个大哥的 大哥的 同的嗷嗷直叫 六合在江边 一边哭一边咒骂 一边往江心丢十块 一天两天 整整丢了七七四十九瓶 这天恰好是八月十八 六合仍然坚持不懈地扔着石块 忽然啊 他听到轰隆隆的一阵奇怪的声音 自远而近地从远方传来 抬走看时 他就发现了茄囊江潮水 正从远处涌过来 在潮走之上 站着一个横行霸道的谢将军 身后是一对弯腰 驱背的虾小兵 后面黄罗散下照着着 则是八面威风的龙王 不一会儿 龙王的队伍就来到了绿河面前 龙王就装出和气的样子说 小孩 小孩 你不要哭 不要哭 也不要这样糊里糊涂的 就石块了 你要金 要银 还是要猪绑 你说出来 我都给你 原来呀 龙王都已经害怕六合的执着了 六合大声说 龙王 龙王 你给我听着 我不要你的金和银 也不要你的珠宝 只要你一窝两件事 我就不再扔石头了 否则的话 我就用石块压 摊你的水晶宫 铁墨这条小小的钱团浆 龙王剑六合 两眼喷火 说的正义理能 急忙对他说 你说的是哪两件事啊 先说来 给我听听吧 六合就说 好 第一件 马上把我的娘给送回来 第二件 从此以后 不准乱长大潮 潮水只许规规矩矩 顺着河道走 长到我站得 这座小山为止 心高气傲的龙王 哪里愿意受制于一个小孩 可是想要不答应 又怕六合真的把钱团浆填没了 压塌了他的水晶宫 只好一一答应下来 龙王也还算手心用 回到龙宫后 马上派人把六合的娘送了上来 潮水也不再没规矩的乱长了 从那时起 钱团浆的潮水便小了许多 并且涨到六合 当年站立的那座小山边 便稳稳便稳了下来 只有每年八月十八那一天 潮水比平常要大一些 那是因为啊 龙王吃过六合的亏 怕他的布下再闯祸 亲自出来寻疆的缘故 人们摸清了潮水的脾气 就不再怕他了 把沿江两岸的荒滩都开辟成良品 种上了绿油油的装甲 为了感谢六合制服了龙王 后人就在他八十块的小山上 修出起一座宝塔 就是六合塔 宝宝们以后如果到杭州去旅游 可以到钱囊浆边的六合塔 看一看